好 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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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你演武将帽 中间一架 人之二 海路 你住在他人才会 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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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回来 修炼毕虎 三年不可说话 不懂目 让我来 没法 看来四十一丁到了无敌境 华神义李斯珍 攻击七根七关 华尔古神高界 攻克十根树山 突破无敌 攻击师尊出关 华尔坦请再进一步 北镇地堂出阁 攻击师尊出关 郑总 下面有位战王警小被靠近 有没有杀气 哑巴 出发去看看 林北玄 林家落魄了三年 你就在精神病院躲了三年 今天你终于出院了 我龙亚男 青海第一女战神 我宋小雨 青海第一女神医 我柳依妃 青海第一女首富 向上林北权归婚 我大姐柳依妃 心容金贵 对于为小古神 出了鲜语 出了古神高纪 谁能入得了她凡 我二姐龙亚男 刚刚进身出准这样话 龙虎龙卫有史以来 最年纪的女帅 他五千大族 我有刀神张忠元 没有上 而我宋小雨 从庸医名门 是我宋家数十大人中 最最天赋的遗师 三岁七孟 七岁数租医书 十二岁行医问证 十五岁明满金海 我唯一的愿望 就是卖李自尊为师 林北权 我姐是三年中 任何一人 你都配不上 你们三个人 当年和青城 称为金海四大校花 但只有青城 才是金海第一妹 而她 才是我林北权的未婚妻 林北权 你在金水病人 乖傻了吧 你该不会还不知道吧 夏青城汤 慧容啊 青城 阿姨 请帮我帮你孤儿证 我刚刚开了爸爸妈妈 和爷爷奶奶的死亡证明 我现在就要去孤儿院了 需要半个孤儿照 谢谢 嗯 还是有机会了 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了 都长大了 我去保护你 那等你长大了 我就嫁给你 太可怜了这孩子 不是吗 有懂事 有可怜 帮我法运 召集天下寻衣入京 我要集合所有的其真意 其真意 告告天下 他 将为无期 彼此 立即发布药王令 是 再发 再发 乖傻 连发三次药王令 会经入天下各度神医 会经入天下各度神医 无量大 不再发 你失去 我都会依补偿回来 这里是京海早间新闻 下面播报一条本地重要新闻 由药王集团牵头 当代神医李次珍 亲自颁布的药王令 到其天下名医 汇集金海的药王大会 将于今日举行 届时将有来自世界各地的 名医富豪 政要参会 为了保障大会安全 经济二薪赵神龙乱男少将 亲自担任此次大会安保工作 今天是药王大会 所有的名医都在 说不定会有一个大大的惊喜 小鸭子 你可知道整个药王大会 都是为你了吧 哇 大少 今天大会的规格好高啊 来的都是 你觉得富豪和真要诶 那是 行与李次珍 加上药王令的号召力 无人能信 你别看这些富豪啊 你是高 熬奇兴足的 到头来还不是要去发育 还有 大会的神医在上说话 就在上手上 就是一只小孩 加入药王几次 给我打招呼 老公 你太厉害了 没有想到 我死于跟你生意关系 这么好 怎么这个丑八怪 和学子也来这了 真是晦气 有些人啊 就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好高污远 这种地方 也是你们能来的呀 狗都能来 我们就不能来吗 你敢出言不去 我们叫袁绍 可是要往集团的合作伙伴 是当成贵宾邀请来的 待会儿女神医 还要干净对我们袁绍 这种高大上的地方啊 某些人就不要过来 污染环境了 长得丑不是你的错 但是出来吓人 就是你的 对 袁绿 当年你追求我不成 转而去追求我妹妹 这种行为倒真是高大上啊 夏天团 你再敢胡说八道 一会儿找人把你赶出去 你们一个丑八怪 一个瘸子 终是瞬不了大眼 有本事 你就把我们两个赶出去 我倒是希望你可以试一试 我们家袁绍的关系 可不是你能想象 袁绍作为妖王集团的 合作伙伴 李神医也承 而我 未来也将会成为 妖王集团的员工 在妖王集团地盘上 我让你滚 你就得滚 女战神龙将军到 女战神龙将军到 女首富 留肚牌到 女神医 宋小姐到 哇 是金海第一女战神龙将军 她身边的 好像是号称 小李四贞的女神医 宋小宇 只说她今天 就要正式败师要王国了 连小股神 女首富 刘总裁都到了 不须此行 不须此行啊 我这样怎么样的 刘云飞 还有宋小宇 他们过来了 袁绍 他们该跟我 是过来给你打招呼的吧 不是没有这个 毕竟我原家 马上就要拿下 要玩几分的订单 在金海的地位 金飞仙 原来遥不可及的三大美女 多少也要比我原家三名 哇 我果然没有选错人 你不知道比某些废物 强的不知道多少倍 哎 婷婷 你怎么能让我跟一个行精病比 这个我可比不了 毕竟我是原家天才 聪明绝对对对 我老公最厉害了 你还真是不要脸 今天可是神医李四珍 时隔三年同期江湖的日子 在场到的可都是民意 你一个废少 还敢来这里 还不给我赶紧滚 别把你林家最后一期言论都给丢尽了 我去哪 还需要你批准吗 你算什么东西 你这眼高手低的毛病 得 哦对 我差点忘了 你就是一个庸医 都不会给自己开放 你还真是无知又狂妄啊 你知道李四珍 在我们这些民意眼中 是什么样的存在吗 你不知道 一个精神病 哪里会懂得 我们中医人眼中的灵魂 意味着什么 我怎么会允许你这种人 出现在社会当中 简直就是对社会的玷污 林北玄 这里真不是你能来凑热闹的 本次大会的规格 可不是你能想象 就连我这个新晋战神 都被尚峰安排 出责安保 你可想而知 本次大会尚峰有多重视 赶紧走吧 不要妨碍我的工作 别给自己找不自在 你们两个难道没有发现 林北玄心里打了什么主意吗 他就是想混进家王大会 然后找个机会 跪下来 求神经大人 给夏清晨看了地 李神 这里好像确实不是我们能来的地方 也罢 而且你还是不要赶走他 今天我宋小雨 要正式地上拜师体 拜李神医为师 这么重要的时刻 当然要林北玄心里进去 那是他就很失败 他和我之间的差距 到底有多大 李神医到 李神医到 神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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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欢迎大家远道而来 参加我中医教的盛会 药王大会 此次 三神医手 如此盛会 这必将载入中医史册 成为一段佳话 千古美谈 各位 大家可能有所不知 此次药王大会 是我师兄弟三人 和加司之名召开 加司 在这次药王大会 上重大的消息 要同时大家 我们师兄弟三人 都是我恩师 一手调教出来的 今日圣会 最大的彩蛋 就是 师尊他老人家 亲自来到这里 三大神医 他们已经是 中医界的天荒吧 他们的师尊 到底是什么样的品牌 天呐 能够同时各神医 李斯珍 麻木神医 背部神医的时刻 林医术 岂不是到了 社会莫测的地步 下面 请用最热烈的掌声 由此我们来 一句上台讲话 下面 请用最色烈的掌声 邀请我们的男师 上台讲话 什么站的 中医都是 顾名教育而已 只有我们西医 才是医岛正通 各位 大家不要被骗了 中医 只是江湖骗术 根本救不了你们的病 还会耽误 大家的枪救事件 害死大家的 只有我们西医 才是科学 中医 当面 你什么人 咱在我们 中医大会上来捣乱 各位 史密斯先生 从来自西国道 请求专家 在全球排名内 他的话 是医学学道全面 不愧是西医第一人啊 国际权威 有着上帝之手的史密斯教授 就连金海最大的医院 奖院长都只能当 史密斯手下的一个跑唇 史密斯教授 我的西国听过您的讲座 我是你的粉丝 你好 米斯人 你也是参加这个 诈骗大会吗 你是学的是中医 还是西医 西医 西医 我学的是西医 史密斯教授 西医才是医学的正当 中医啊 是骗人的东西 华国人就喜欢自己 自己 自己 自己是医学教授 我希望你能用西医 杀一下他们的威风 让他们知道 西医才是世界的正当 我和我的团队 来华国十周年 在这个十周年 我原以为是羊羊的华国 总会有那么几个 真财实血 可惜啊 没想到 走遍了一百个城市 终于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全部都是我们的手下败将 现在我要向你们所谓的这个 妖王大会发起挑战 如果你们要是不敢接受的话 你们都是东亚病毒 你们全部都是垃圾 不是针对谁 而是在座的 所有人都是垃圾 现在我向你们发起了挑战 如果谁有本事 可以上台 比试比试啊 史密斯 你还以为我们是一百年前 孱弱的华国吗 还会受人欺辱吗 就凭你在我的国家 说出东亚病夫四个字 我就有权 可以把你抓起来 我现在的华国 有四大战手 可以镇压四方 执掌百万雄兵 你敢挑战我的华国 我来这个华国十年 听到的最多的成语叫 既孤如人 龙将军 你现在是不是叫我另一个成语叫 张 诗 奇人呀 你 史密斯教授的意思是 你们中医既不如人 只能仗势机 如果你们不敢接受我的挑战的话 你们就不要鼓吹中医多么的厉害 老老实实地承认 中医不如西医 在我们的西医面前 你们自称为垃圾 够了 史密斯先生 你要想比试的话 另外一个时间 我们随时奉陪 今天我们还有更重要事要宣布 别捣乱 任何人都不能搞破坏 否则凶败万雄天火无星 如果是我们恶人 不想要搞破坏呢 恶人古出正 窜朝不下 恶人古出正 窜朝不下 大胆恶人古鱼孽 竟敢在我江海造次找死 进来 老婆妹何在 老婆妹天亮 恶人古鱼孽最大恶劫 无需审问杀无赦 龙将军 你不会是新晋赞将军的强者 伤了我们三当家 就连六当家的一条腿 都给你背了 你跟我们恶人古的仇 是时候做个了结了 卑鄙 要不是中毒 我一人把你们全部杀光 老大 龙将军可是精凯十大美女之一 你要不要尝尝鲜 这种神洁猎女 带刺的铿枪玫瑰 我还真没尝过 兄弟们 这里的娘们 想伤哪个就伤哪个 速赞数捷 龙魂魏的员兵 不用一个小时就能看到 到时候看到他们的女战神 被兄弟们活活玩死 那画面 想想都来劲啊 龙魂魏 一定会追杀你们到天涯海角 今天除非是中原战刀 张中原请自来 否则 你们都死定了 住手 老大 这儿还有一个小子 吸了我们十三香软精散 竟然没事 我还以为是高手 原来是个坐轮椅的废物 不用管他 下了就是 恶人骨三当家 李大嘴 你是找死了 你这个无名小辈 还知道我的名号 小小的药王大会 竟引出你们这些蠢货 还掉出了李大嘴 你这条大人 小子 敢在我李大嘴面前嚣张 你怕还不知道 我李大嘴的爱好吗 我看你两条腿已经废了 今天也不杀你 留你一条狗蜜 放心 我只会把你的两只手也废了 让你变成一条虫子 我的连狗都不如 恶生苦于孽 我匪之四壁 朱址 上 小子 李大嘴 恶生苦于孽 我匪之四壁 朱址 上 老鬼 家全国的死 是哪位大人出生 传我法御 有杀恶人鱼孽 是 多谢恩公救命之恩 恩公可否留下性命 我龙家 一定永全相报 你不配知道我的名字 恩公 这是我龙家族徽 还请恩公留下所有记命 龙家的独灰 可是作为定情幸福 就遇到自己之爱才会送出 龙家呢 你要是知道你的救命恩人 就是三天前 你哭着要退归的 你会不会找个地方钻进去 你们龙家的独灰 我林伟子 不惜 这次是 看起来就不烦了 今天来参加要人霸卫的都是大大 说不定是谁叫你被收起来 看前又来再说 有没有医生 有没有医生啊 救救我女儿啊 苗苗 苗苗你不会有事了 苗苗苗苗啊 苗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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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中医跟西医的差距到底有多大了 就是还好意思自称去神医呢 他的心脏已经停了 他的心脏已经停了 没看到我们正在求救 不懂的人 进化过闭嘴 万则心脏停止 注射生存腺素 准备进去 抱歉 我们已经尽力了 再想想办法 我女儿才六岁啊 这个卡里的钱都是你的 都是你的 清洁 对不起 张宫主 我们真的已经尽力了 我的女儿啊 我刚才的话 只多了一半 你女儿只是心脏停止 但是并不是脑死我 如果我是茶瓜 还有救 宁美璇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张宫主 我要举报 这个宁美璇 刚刚从基层病院放出来 陈天说一些稀奇乖乖的话 你可千万别上当 林美璇 你知道惹落张宫主 是什么样的后果吗 原来你是个心脏病 我还以为是什么高手 你给我滚 等一下 她还有救 林美璇 人家医生都已经说没救了 你哪儿在底气说这样的话 真实 现在的人啊 为了攀罗自贡 什么话都敢说 她真的还有救 只要研究我女儿 我长假的残场 分了一半 林美璇 你自己要找死没关系啊 但是徐先生说明 要是出任何事 跟我们下家没有任何关系啊 如果我能救活他 那张家的一半财产 你们下家也不要 就凭你 医生都说没救了 你现在出来就是找死 真是成风啊 还要惦记张家一半财产呢 在张宫主的震怒之下 看你怎么死 张宫主 你冷静一下 你女儿不可能再救 林美璇 你给我住手 张宫主 你为了面也太糊涂了吧 怎么能让一个完全不懂医术的人 来医治你的女儿 这个人我认识 他就是林家最少林北学 他精神经常考虑三年 脑子过不太认识 原来世纪是命运区之后 我杀了你 我宋小语 可是今还是第一女神医 就是我才最最后女人 宋神医 患者的呼吸和心跳都情了 就算你们宋家的医术再高 你也不是神仙呢 闭嘴 这些大事 也没我女儿的事 大 你先说什么 林北学 我今天就让你看看 什么才是真正的宋家绝学 我七岁学医 十五岁小城 二十岁就已经弥满天下 这一切 你都只能养光 你尽管出城 待会搞定 别让我给你收拾了摊子 林北学 你还真是大又不惨 你什么都不懂 还要在这打桌脸出烫子 瞧不起的就是你这种人 张文主 贵贤金还有些什么威又气息 需要用我宋家的保密三根 才能稳定心吗 宋家姐 就不要折腾了 幻贼已经死亡了呀 你以为我宋家的保密三根 是闹得虚名吗 心跳快破了 这 这不可能吗 我们刚才已经通过正在一起去 一点效果也没有 你直到简单的杀几嘴 心跳就不恢复了 中医的博大精通 此时你们之间 谁心意的能够理解的 林北学 幸亏我及时赶到 阻止你出手 否则 你可就得罪此张文主了 救了你一命 可知道 宋角宇 你还是此求多福吧 待会要是出了问题 你可以求我 说不定有大法慈悲 可以考虑出手救你 林北学 你在胡说发到些什么 张淼淼已经被我救活 是我用宋家的保密三根才救活她的 不会这样 刚才还有七夕的 宋小姐 求你救救我女儿啊 张文主 我曾经历水 宋小语 我已经回家了 李神医呢 又是李神医出手啊 李神医率不重 去追第一个人古余孽了 那宋小姐 张文主 就算李神医在此 也没有办法了 我的女儿啊 宋小语 你学医不经 还自称神医 今天我来教你 神医两个字 怎么行 于学入随 难怪把我们三根一起笑 李北学 我知道你同时被我姐妹三人退婚 伤了你的自尊 但你也不能把气 撒在这么一个无辜的小女孩身上 宋小语说她救不活 那就说明她秘书已尽 张文主 还请别爱 于初女神 你最好让开 别耽误救人 小姑娘都已经归天了 你还要拿针给她乱扎 你简直是丧心病狂 宋神医都没办法 你在吓吓了什么 把这个家伙给我吞死 张文主 你的女儿救还是不救 存在你一面之间 真的 即生把我治好我女儿 小姑娘都已经归系了 你何必再折磨她呢 张文主 请你理智一点 毕竟 用我宋家绝学都没办法救过她 宋小语 你要是刚才听我的话 现在就应该求我替你擦屁股 李北玄 我宋小语可是公认的当代小神医 你要是真的能救过她 就给你当小妾 绝不针锋吃醋 可惜这种事情 绝对不可能发生 睁大眼睛看好了 等你做我的小妾 我可要好好打你的屁股 这叫还婚 我过来了 女生 从现在起 我张家的资产有你一半 我张一户的命 从今天开始有你的了 我张家一百零八二人 不常早活 我死不死 你先别谢了太子 她的命只保住了一半 她现在心脏只是恢复心跳 但还没有脱离威胁 能不能熬过了 还要看她的造化 二十四小时之内 她身上的银针 窃不得乱动 求你救我女儿 求你救我女儿 好了 你先起来吧 救人救到底 如果你女儿再有威胁 我不会 谢谢女生 谢谢女生 李北玄 真是大爷不惨 女生给你躺过来 什么自个在这里说这些话 张文主 你谢她干什么 她说她有还会者 我就是骗你的话 也就是骗你的话 你们的家产罢了 你们酒帧 自华回酒帧早已吃 她在这里 我是糊弄糊弄你们 自华当真 自华当真 当然 我可以用当代小声音的名誉发誓 还回酒帧早就失传了 她说她会 也只不过是在糊弄你们罢了 可是我女儿确实活过来了呀 那不过是巧合而已 是我之前保密三中治疗过 只不过药效延缓 才被她捡了个便宜 是我刚刚失查 忽略了女儿的体质 所以她的药效不像 被她捡了个便宜 被她捡了个便宜 张文主 可说我不能大 没错 一定是这样 否则她为什么说 只是恢复心跳 还没有脱离市民特征 她的明显就是没把握 心虚 又不想承担责任 所以推脱给干净 这样的人毫无医德 为天下所有的医生所唾弃 你说 你女儿的命 全在你的一念之间 你可要想好 看 心虚了 怂了 我们静海医院 是静海地区最大的医院 拥有的设备 最先进 也拥有最多的人才 速速送我们静海医院 再晚就恐怕来不及了 张文主 是我用保密三中救活您的女儿 林一眼应该送到我那儿去 如果后面还发生什么事 我还可以继续治疗 你这么着急救人 是为了张家一半的财产吗 我就怕 没命拿 林北雪 你怎么远远都像你这么龌龊 医者父母心 没有人跟你一样贪心 对了 我忘了 你可不是医生 根本就不懂 什么叫做医者父母心 还不快滚 没错 快滚 张一虎的女儿 明明就是送他把小姐送去 不要言 说是自己的功劳 还有 这个张文主 还把他帮上自己的救命恩人 要费一半的扎上给他 这是剃除我 这要是让林北雪 要跟那个丑爸爸传算是 这下家还有咱们女俩的地位吗 你刚才说 张一虎女儿还没死 对啊 张一虎正在保存明明 袁绍不是国外留学国人的高层生吗 还是 这还是第一院的护院长 你女生都能捡到便宜的事情 为什么 不要你不消除 对啊 那就要张家一半的家产 就是我和袁绍的了 各位 就这么办 和袁绍是就张一虎 到时候 张家就见了我们下家一个天大的人情 背靠着张家这棵大树 还担心 银行不贷款给咱们吗 我今天就去找袁绍 金城 本来以为今天可以治好你的脸 可没想到 恶人死的人突然间出现 李珊 我知道你是在安慰我 有的好义务心灵了 但我的脸我自己知道 是不可能治好 听说你和张家的张一虎有些纠葛 张家是五星战刀张中原的家族 全是滔天 不是我们能惹得起的 你今天种了迷药 虽然帮你解了毒 但是你还是要好好休息几天 子孙 一只祖母的药材 总共有108种 此次药王大会 从世界各地贡献 并抽集了药材是105种 来上三位药材 八宝雪莲 地蛟龙 千年和天暖浴王 这八宝雪莲地蛟龙 和千年的和天暖浴王 都是可于不可觉的 不管花多大的代价 一定要拿到手 是 张宁左 你的肖老师从国外游戏关的 医学博士 金海医院的夫人 年轻不在飞风好准 前几天 都是你们两个人 海贵医学博士 我们一听新的浩浴王 你一直都是我来无下 你这人 过一个海贵医座 这个是真心 从无法打破的世界纪录 不行如此 可是他不能过一个月内 以快以新年国籍 严许更莫的持续量 张宁左 原生了一树高超 至少有五层的把握 让您进来 从各样数据来看 病人病不大爱 五层把握 那就是喊息的说法 现在起码有五层 九层 杰尚 叫你们救我女儿 什么吵架 我就带着你 杰尚 你太棒了 把病人送到手术室 把人身上这些灵针全给我拔了 骗人的东西 甚至可以说是风景明显 看电影 住手 住手 袁少就是这个人 他瞧不起新衣 袁少帮他们看来咱们新衣的脸 我又是谁呢 原来是你这个废物 你这个拳腿 还原来又是什么 这九根针是为了保护患者的心脉 若是拔掉 他就完了 我就拔了 怎么叫中医害人啊 那么长平真命 你扎在一个小顶台身上 你鱼心何人啊 一切都完了 本来患者还有24小时的时间 现在银针拔了 他随时有生命危险 你算什么东西 你赶在这里是有知情话法的 但我至于救人 你负得是这种责任吗 你毁决 你这个废物白天给我闭嘴 袁少可是不国外有学回忆中间 其实你确定的 您是一场网络 你现在就是不知 袁仁夺传 我在想什么 快找袁少看命了 原来 是不是 那是 原来 运气纸突一切正常 病人精力急速下降 展绍 必然血量快没了 赶快展绍 赶快天 上重山计 快 再会这样 下 你怎麼會這樣 我心情非常穩定 怎麼現在變成這個樣子啊 西柯寧你門家真的看到了呀 我舉過是正常程序 你可正能先輸吧 你怎麼這樣 他明明就最近有人亂打針了 我能證明連殺的資料沒有認 我也能證明我拿信給你 是你你為什麼要給我女兒亂打針啊 這樣呢我認識他十幾年了 根本不懂什麼醫術 你誰一字的證都沒有 我認識他十幾年了 你為什麼給我女兒看病啊 我是沒有行醫資格證 但是 我有這個 精神病 你 你說的吧 讓你精神病給我女兒看病啊 我告訴你 今天我女兒要使用三十兩短 我沒有你全家的病啊 張一鼓 聽到你出問題了 你怎麼找這麼一個人來啊 他就是精神病啊 閉嘴 請您 你現在掙著意識就會越來越糟 你 我女兒 你請離開 我叫你 吐索瞎跳 张萌 本来令情急 有完婚组织压制 短时间内不会有危险 可如今 已经是无力回天了 我以为你狗嘴里能吐索什么 他又是没办法 早上他虽然学问中医 但是你还能这么听 他们是不靠谱的 我们还是去找西医吧 好吗 没错 要是一开始就传播交入西医之后 你你的病 你不会恶化之刺 重不息 就是一群耽误时间的骗子 谁说中医是骗子 谁说中医是骗子 有 史密斯先生 你怎么来了 好久不见呀 有心来上上场的位置 先生请你救救我 你的女儿吧 我跟你讲 我家还有天了 还有姐 我可以给你异议的 我可以给你异议的 放心吧 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打败中医 让中医在伟大的西医面前 抬住气托来 李生医 你要跟我比一比 谁把所有的东西 你哪有情况 医术高超 并不代表他是上帝 如果冰性严重 医术再高超 再说一点吧 西医之不好的 终于看电子心 那什么医生先生 从他一开始吧 李生医 你是不敢的吗 我就说过吧 我就说过吧 这个中医 就是骗人的把戏 喂 开快点 神医李自珍已到了张家 他老人家神龙见手不见尾 我得赶紧过去拜师 小姐已经超速了 快点 拜师 先生 你这尽快点 救后对女儿吧 今天快点成了 那我就献手了 解釋到神秘体经理 教授 是否追求神秘基础 当然了 塞琳娜 你用你的温柔的手 给他追求十号上的 七号神秘基础 天哪 太不可思议了 哇 这个外套教授好帅呀 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西医的奥妙所在 一只药剂 就能让病人起死回生 史密斯教授 你可支持我到我下 我一定会把你经历这个世纪 在尽来 甚至整个天下 都推广 流传下去 老张 我终于要救 史密斯先生 你知不知道一个成语 叫做引阵止渴 史密斯先生 你知不知道一个成语 叫做引阵止渴 七号生命激素 只能刺激他的心脏 你忽略了他的生命机能 只能是昙花一现 你没听 你什么都不懂 他不要在这里 你一个神经病 想到这种方式的生命 你也能看看自己什么德性 哎呀 把车都带出去 这种方式的灵止渴 怎么回事啊 不好 这时候边缘的心血和心率频度炸掉 有 啊 有 你来了 谁是你 你可真在救下 怎么可能啊 生命激素从来没有出现过意外 有 快给他主持 我号生命激素 死在哪 四十个大公主 三号生命激素 现在 还敢吹嘘你们的西医有多厉害吗 无理解 这一刻都不让嘴 你一个都容 别连他我们下架 还是让老婆水 啊 啊 难道这是从你的威力 这怎么可能啊 这个古老的国家 来了十年了 从来没有人 打败过我们为他 怎么会这样 不可能 我之前对他施了 还昏九针 封锁他的筋卧 不过被人破坏 李四珍 还昏九针 你只学了四针 毫无意义 他的身体机能 已经在加速消耗 撑不了多久 我就说嘛 中医都是假把式 徒有其妙 张先生 张大太 很遗憾 你们的女儿已经没了 我们已经尽力了 请你们节哀 那女儿啊 你说张家 该不会把女后 牵引到我们身上吧 要不 我们现在就走 走不住就走 一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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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你也见不懂 都被他真死了 这大事 这分了我的大象 一波急过吗 这大象 你不要再笑了 大家都会在你真死了 起 UV 你ろう 我 你怎么给自己小吉 perfekt 啊 啊 張家張一虎 靠近的人物是張宇 趕緊過來跪下 我憑什麼跪 他是不是神經病 我為什麼要跪他 你疼瘋了嗎 你趕緊跪下 這種大人 張一虎愚笨 沒有認出這種大人 張一虎愿以死謝罪 但是請求這種大人住手相救 救救我大女兒 我女兒小 求這種大人 救命啊 這種大人 起來吧 這種大人 大膽張仲元 大人已經盡力 你們這個人跪著不起 是想逼功嗎 知道你們張家 又剩了任一個同僚 可思尊他 如果思尊出手的話 他將會死好幾十年的功力 起來吧 我答應出手 你們別增加了 他已經死了 醫生在高潮 也救不會一個死人呢 把生命激素 一到七號全部拿出來 你要幹什麼 那個是我的寶貝啊 今天我就給你們洗衣上一課 睜大眼睛好好看 這裏呢 按照雷尚第一次去做 快去啊 去生命激素 七號 十號升 你這需要幹嘛 儲蓄要調製生命激素嗎 六號生命激素 五號升 去生命激素 二號 四號 五號 取十號升 零號生命激素 給患者注射 什麼 零號生命激素 你的意思是 你調製出了零號生命激素 這怎麼可能呢 你跟海灘教授 這什麼關係 沒想到 他竟然研製出了生命激素 也不枉費 我當時對他的一些提提 什麼 難道 海灘教授說的恩人 就是你 還不趕快 把生命激素給患者注射 三天啊 快點聽他的 好 住手 林貝雪 你竟然一次又一次的 為了看似張家 拿一個小女孩的生命開玩笑 之前你還大人不殘地說自己不防空酒針 現在你不如想說 你自己還經過西醫吧 張門主 將這臨時調製出來的配方注射給患者 後面也太草承了 身為有點常識的人都知道 中醫和西醫本就是兩個不同的派系 當今世上還沒有人能夠盡頭 什麼都不懂 不要在這胡說八道 中醫和西醫的 剛才在哪裏 都實驗了 宋小宇 我也很羨慕你 一直活在自己瞎想 你沒見過事情多了 只能說明 你是一隻井底之蛙吧 今天我師爭在這兒 你不給你指教 神醫在上 一直打宋小宇 一海第一女神醫 各自分享拜師篇 我神醫生我為主 像你這樣狂妄的井底之蛙 怎麼配慧入我門下 神醫生 你見不到我好熟悉 你各自三萬四次的足夠 我說的不熟 神醫生錯 難道還有你祖祖 到底是拜師重要還是救人重要啊 晃哥你 這可是0號生命激素哎 這時候的0號生命激素啊 大家們 我給他指示 我聽上了一跳舞吧 你把人說了 你不顧不愈見 這怎麼可能 0號生命激素 幾乎集中了西醫所有的精華 在西醫歷史上 從來沒有人確保 太神奇了 太神奇了東方土地啊 律師教授 你的意思是 你們北城真的懂西醫 No 美麗的小姐 她不是懂西醫 她是代表了西醫最高的水平 0號生命激素 藥效是很大的 但是張淼淼 她仍然處於假死狀 如果後續不用一些手段的話 一切都是網站 我還以為你有多厲害 那才能一直做工吧 你這件軌跡空間外面還清 還想框的兩軌跡海 一一神一四個小雨 你也能抓緊 你這件差跡 那我就讓你看看 你我之間的差跡 到底有多大 銀針帶來 就用 不會用嗎 別到時候 好紮 這就是川普中的蒸法 五根 有五根 我還要你三根死 很想留你到五根 這 四季的這一手法 恐怕一定突破到 無敵性之上的境界了 有五根 這不是神話中才有的蒸法 我七歲就熟了醫生 關於此真法的記載 更是寥寥數語 更別替我詳細的記載了 戰皇記以上的藏著 都會變成崔洞瓶了 可別說你金脈金 更廢物了 戰皇記 宋小雨 你要是知道戰皇記在我手裡 過不過一個回合 還能有你急對我說話呢 張盟主 用不了多少時間 你女兒 就會醒過來 你眼睛眼上癮了是嗎 真當自己是七所回生的神仙啊 我老子 張苗花不肯的醒過來 苗苗 不 苗苗 吓死婆婆了 姐子號是米體鑽 戴手 太神奇 太神奇了 李時尚 收尾途吧 李時尚不收尾途也沒事 让我待在你身边 给你打打手 是 李上 我知道没有这个人说 但是只要你跟着你做事 我们就心满意做 你不是说 西医才是科学 中医都是垃圾吗 李上我错了 李上我错了 堂堂中医 怎么可能会教你这种人 你还狗胆想拜我为师 真是痴心妄想 让我做什么 我都愿意 我愿意 我愿意 活出去 李上 求求你了 江湖中医疤 李上 求求你了 救我女儿一命 大恩贵一切 从此以后 张医的命 就你了 就是价值三个亿了 康城连院连书钥匙 请你 不必收下 好 之前把你问你了 我们 张医一半的资产 还有五千万紫费 我不 是一个亿 也请你输家 启神医生权 收我为徒 启神医生权 收我为徒 天下 收你为徒 把这个评报 实行就是 你就收了他吧 某人可是答应过我 要给我当小妾 这入的要亡谷的门 没有失承 可是出不了门 瑞轩 他们哪都有你 师子收不收 还有找你说 休可 既然如此 我便收了一个 不过 陆武林亡谷 必须要 请进进修 这一步惊 行得卡出 四门贩 你也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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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 改为师尊 咱们这个要亡谷 是能为何处 这地方你去过 等到了要亡谷 你我 可能会经常见面 丽北神 怎么这么多嘴 你想在我面前 双潜在感 我还能理解 毕竟我实行之交 可你的做法 也太低级了吧 我负责你 可是不要再揍上我了 我宋小雨 本就是金凯 第一女神医 我今天就败入 要亡师门下 更是高光不齐 宋小雨 等你入了要亡谷 请拜师礼 跪在我面前奉茶 叫我一声师祖 靠不好了 打你的屁股 一群废物 就算把金凯翻过来 也要把手持 我足灰的人找到 我龙亚男 非我恩公鸿驾 是是 大小姐 马上陪更多的人去查找 张文章的女孩 你都瞧得过来 等下咱们说话 我千万就小心一点 是是 咱们一定要贴心关心 人物的张家 可不是咱们一个小小的下家 你重生得了 甜蜜的 因为是你和袁绍想要 盘上张家关系 就把林美玄 丢下 毕业狗子逃走 万一让孟主 营用之下 做出对林美玄 福利的事 我一定不会放过 你和袁绍的 小先生 你还没嫁给林美玄 那个瘸子了 哥哥手就往外面 停停她可是狗妹妹 你不关心 关心狗妹妹 我会有被吓到 反而去关心 那个瘸子 再说了 原来张家和林友 什么做 她不是听了我的话 才去为张家 给女儿治病了 谁不想让张家 谢谢你的人情 谁不想让张家 一半的家产 可谁知道 会出这样的事 张罗友拿出 一半的家产业 这么大意 夏先生 人家刚说 你没有吃东吗 我也是要下张 才去张张冒险的 夏先生 因为夏先生 都会一路紧 他那边说不念话 夏先生 你可你美神的瘸子 过去能赚到张家 一半的家产 今天给你当鸭子 要是站不到 你就给我闭嘴 现在当日之急 是求得张冒险的原谅 什么加成都加成 想都不要再想 林北轩 你这个瘸子 你是不是惹路张冒险了 林北轩 你这个瘸子 你是不是惹路张冒险了 张冒险 我们家 跟这个瘸子 可一点关系都没有 当真一点关系都没有 当然没有了 林北轩 要不是你可能 张冒险女儿怎么可能出事 你可千万别连累我们夏家 林北轩和我有婚约在身 怎么可能跟夏家 没有一点关系 夏青城 我好事的时候 你想不到我们夏家 现在你惹坏的 想让我们夏家 给你背锅 我告诉你 门都没有 扫都别想 还有 你马上跟这个瘸子 跟我断绝关系 你们两个要是继续 纠缠下去的话 你就跟夏家断绝关系 可千万别连累我 对呀 你们一个瘸子 一个丑八怪 早就应该脱离夏家 可别连累我 你们竟然让我 跟夏家脱离关系 当初我脸没有毁容的时候 你们怎么不说 让我跟夏家脱离关系 当初王家给夏家 一千万彩礼的时候 你们怎么不说 让我跟夏家脱离关系 现在林北轩有难了 你们让我跟夏家脱离关系 你们也知道 他推荐不方便 你让我怎么活 林北轩死活 跟我有什么关系 夏青城 你以前还是青海市第一 没你的时候 我肯定不会让你离开夏家 可你现在也不是了 可你现在不是 你非选这个废物搞乱 王家的一千万财力 都已经到账了 夏青城 林北轩 你们两个无业游民 就是夏家的助手 夏子听 你不也是每个月 跟爸爸要钱 你有去上班 比在家都过一分钱吗 夏青城 你能跟婷婷比吗 婷婷她还是个大学生 你都毕业多少年了 而且婷婷的男朋友 可是袁少 我们婷婷以后 是住地要做 豪门少奶来的 怎么能出去 抛头楼面 出了点小钱 人跟人之间 是有差距的 我才不会去做那种 降低升价的事情 要是 又王集团 请我去上班 倒是可以找我一下 夏婷婷 就凭你 还要去要王集团 你当真要把我和 秦辰赶出夏家 那我赚的钱 你们是不打算要的 我提醒你 我手里 可有张家一半的财产 光诊费就一个亿 我手里 可有张家一半的财产 光诊费 你不光是个神经病 你还有望向张伦 就你 你知道张家 是什么样的家族 那可是无形上将 当时张忠元的家族 一半的家伤 你知道有多少 对 你一个神经病 哪知道钱是什么呀 林北璇 你以为自己还是一个人家伤错 你一个个意义 你知道是多少钱吗 你以为你是牛皮 就不会被神经下家 不妄想 对 那你就是把牛皮裹是少天 你以为他是他身手 立刻马上我出夏家 你跟夏家 当真跟镇上 跟林北璇 有任何关系吗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我刚刚已经把他们两个逐出夏家了 你可希望你迁怒我 对呀对呀 你听这些事情 都是你自己一路的干的 跟我们夏家没有任何关系 很好 记住你们说的话 其实 林北璇 原来就是一个惹事的经验 林北璇 张某是我的偶像 当时张忠源的将 你可知道张家在江海 意味着什么 张家是至高如上的 江海第一武器长 只是你招惹的气道 林北璇 我退婚的时候就跟你说过 你可以求我替你做一件事情 由今你可以求我在张公主的面前 保你一条小命 并需要死鸭子嘴硬 张王主 念在林北璇 与我有过婚约 派请张王主 给我几分红脸 饶腾 龙娇君的面子 我 多谢张王主 林北璇 还不打算谢我 如果不是我 我今天这个医院 不走出了 你现在知道 我们俩之间的差子 我龙让他 绝对不是你们高攀得起的 不过 我就只能报你这一次 以后 你好自为之吧 好自为之的人应该是你 以为是的家 林北璇 你别东西好歹 要是龙将军出面 你今天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像 本来您的家事 不应该的 不过 给你回去转告 像 有些人该管 要就该管 要不然 更大 林北璇 你听到没有 正式都说 你得好好管教管教 孩子快道歉 抱歉 抱歉 家里有点紧事 耽误了 你让您久等了 我马上就赶到 是是是 我知道 夏家的贷款快要到期了 这一切事 还得请您帮忙了 等等 紫金花银行的陈主任 说让我们马上过去一趟 我们家的贷款恐怕有变 紫金花银行 那不是我名下的产业吗 紫金花银行 是我名下的产业 你们要是想贷款 我打个电话 就给你解决 林北璇 你知道紫金花银行 是什么级别的银行 整个青海都知道 紫金花银行 是股神高晋 下的银行 股神高晋这四个字 就够名十万字了 你居然还敢 关注他的名号 一个电话就能搞定 你好大的客气 要不是我原家出面 以下来做担保 紫金花银行都不会弄的 竟然还说一个电话 就能搞定 你看 我看 这天上什么东西在飞呀 哎哟 是一张牛皮在飞呀 就是就是 要不是袁绍帮忙 紫金花银行 怎么可能给我们放款 你说同样的东西 下家未来的女巨 做人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 人家袁绍 是拼尽全力帮忙 咱里连北神呢 只会说大话不说 吹牛都不打仓 说 这种事情可不能开玩意 紫金花银行都在买 人家确实说道 不然下辆 整个破坏 北权 你有这番心就好了 不过 这件事我们确实帮不上什么 你就别再添乱了 我确实能够解决 打个电话而已 理解他 北权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你曾经是林家大哨 一个电话就能解决很多事情 但是这笔贷款 关系到我们下家的生死存亡 对 这不是你耍大哨业脾气的时候 就是 别人这么多解决必要 你的瘸子 怎么可能办 天明 我祸 我磨 放心的去吧 一会儿那边 让我赶个电话去 没有我点头 你们还想带到货 高进 封锁原家的一切商业行 终止原家的所有合作 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 24小时之内 我要原家破产 是 我马上去办 师尊 第四打听到明天金海 一小拍卖会 压桌的黑 就是一只地交楼 对师母的质量非常有用 干得不错 给金城治疗脸的药材 只差三位 这地交楼 事关重要 你去安排一下 明天在拍卖会上 一定要拿到手 陈主任 下家急需三千万贷款 这事请你不必帮忙 陈主任 如果您再不批准 我们下家 就只能去接高利贷了 你下家目前的条件 是不符合旷贷的 不过 如果您答应我 条件 什么条件 谁都知道 下千尘是金海第一名 只要下千尘 给我们七少一晚上 那我待会儿的事 就说定了 这么划算的买卖 下夫人 不要再珍惜了 陈主任 下千尘已经毁容了呀 他现在就是一个丑八怪 既然下千尘毁容了 二小姐和下夫人 我们母女花 一起陪七少一顿饭 就可以了 这 齐少他是有家事的人 沈大小姐 岂能弄团在外面乱搞 男人家大业大之后 有个三七四千 不是很正常吗 陈主任 难道我们来之前 原家没有跟你打招呼吗 什么狗气原家 如果你们真心想要贷款 就乖乖的按照 齐少的要求去做 婷婷他还是个学生 这齐少的简直 其手不如 陈主任 这笔贷款虽然 对我们下家很重要 但是我们绝对 不会接受这么 沃脱的条件 只要你们得了齐少 别说带我三千万 就是千万八千万 别说齐少的东东 最值得选 就是带出了 只吃烂门一门月 陈齐少一顿饭 你不说 我不说 连鬼都不说 要赔 要赔就赔吧 还没有花动手 你们死定了 之前借了一千万 快要闹齐了 到时候你们还不上 我看你们还怎样 你敢打我 你说不会叫高利的 臭 我这个 Deixa我 不说 你这 fellow 你書 你这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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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had 你这叫我 你这样 你这个是 你这叫我 下小姐 敢在紫丁花银行 把我的人 还说要借高利的 太棒了 是吧 齊少 夏家的父母 我只是公司公伴 他们还动手一些 齊少 你还要替我做主啊 这心真是好啊 没想到除了夏天城这样的有夏浆如明花 你想撑合吧 哎呀 喂 齊少 这里是不是有人误会 要不要再给袁少 把这话却练一下 什么狗屁袁少 他在这干什么 赶紧带走 请找高大姐姐 参见镇守 我高家能有幸替你长官产业 全靠镇守的恩赐 镇守大恩 我高家永世不忘 其他说话吧 你哥是我的徒弟 都是一家人 我哥哥在里面很好 这每次的资金都由他来管理 能不好吗 不过他有个心愿 希望你早日怀孕 替高家留下血脉 没用的 这些年不知道看了多少医生 全都是徒劳而已 你之所以不怀孕的原因 是因为你体内有一股寒气 而这股寒气不是天生的 是因为你身边 亲近之人 常言下毒所致 您是说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袁立周 他怎么在这儿啊 袁家最近资金顺难 袁立周和他父亲想要用他们的房产抵战 带给他们的吗 一般说有房产做抵押 都会批准的 我还有件小事 我和夏佳有婚约 夏佳的贷款就批给他们吧 夏佳申请的贷款业务 请急速通道办理 这次来参加拍卖会的 非福吉贵 是我们夏佳的脸家底 你们来这里干嘛 这次拍卖会 有一株药残 对于治疗你的脸 有特效 我一定要拍下来 你竟然还没放几个物质里 没用吧 您别放在冤枉前了 吴二爷吴二爷来了 吴二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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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二爷 你的护士服卖给我呗 我充五十万 吴二爷 我最近十佣子可以送我一张吗 接着咱俩有缘 我对你来 这送你平安护 对你全家人好好 吴二爷 那你送个给我 这个吴二爷就是给你算命的那个神棍吗 你是谁啊 应该对吴二爷不尽 小心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各位 各位 这个人我认识 他就是神经病 搞不好这次过来讨论 他就是神经病 搞不好这次过来讨论 李美雪 这个场子 也是你这个废物的资本 你一个破产的人能来 我为什么不能来 我为什么不行 你马上就会知道 今天第一件拍品是一把古剑 此剑不知道来历 谁也无法拔出 请各位自行判断 起拍价三百万 五十万加价一次 三百万 李美雪 你拍他干什么 那就是一把生锈的剑 你看那拍卖官的表情 他自己都觉得那么破剑 根本不值这个价格呀 那是他们不值货 三百五十万 李美雪 只要你今天想要的东西 我离开同样 五百万 李雪 要不还是算了吧 你花五百万买这一把破剑 怎么看都不划算呀 我是在必得 五百万还不一定拍得到 五百五十万 一千万 李美雪 你疯了 一千万买这么一把破剑 你要是家不起家 就别废话 一把破剑 只有你这个傻子 再花一千万去买 我不玩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袁绍 你该不会 出不起一千万 这么赶 想以我上套啊 我看你是买不起 想让我给你接盘 我看你怎么套这一千万 一千万一次 一千万两次 慢着 两千万 我出两千万 我出两千万 怎么哪都有 李北璇 你怕是不知道这把保剑的价值 他沦落到你的手上 就是浪费 我劝你 还是别跟我争了 就你懂 你知不知道自己有病啊 我天天练武 能有什么病 自以为是的毛病 得敢 那你还是先制制自己说大话的毛病吧 两千万 你还要不要加价 不加价 这把保剑就是我的了 我不加了 你连拍卖的规矩都不懂 你问问拍卖师 这两千万卖给你 还是一千万卖给我 龙将军 实在抱歉 按照拍卖行的要求 参加咱们拍卖会 需要走预审流程 报名 验姿 自教保证金 这些手续 您都没有提前办理 所以 您的加价是无效的 什么 我的报价不通过 在座的各位 有没有出价比一千万更高的 一千万三次 成交 恭喜林先生 林北璇 你花一千万买的 我花两千万 从你手里买 让你净赚一千万 对于现在的你来说 应该算是天大的好事 无卖 林北璇 这把保剑 是我要送给刀神张忠元做贺礼 对我非常重要 你最好给我食食物一点 这把保剑 都是你一个凡夫俗子能拥有的 它在刀神的手里 就是质保 在你的手里 就是一块废铁 难得你还知道 这把刀的来历 林北璇 你在这里装什么大头 我看你怎么逃这一斤 你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看 林少爷 开价一千万 加上手续费一共是一千一百六十万 交易已经完成了 林 林北璇 你花一千万买这个破剑 他脑子还真是有病 不会是个神经病 龙将军 有人说这是一把破剑 你拔出来 让他们见识见识 果然 这把剑不是俗物 普天之下 恐怕只有刀神才能拔出来了 你拔不出来 只能说你菜 普天之下 只有刀神张忠元能拔得出来 我身后的这个哑巴 他有几分蛮力 他也能拔得出来 林北璇 你当这把宝剑是什么呢 有点蛮力 就能拔出来 你可知道 我是战王境界的强者 这把宝剑 依然纹丝不动 这个哑巴 怕是你们林家的仆人吧 一个小小的仆人 竟然想拔出这把宝剑 痴心妄想 咬巴 拔出来 亮瞎他们的头眼 这 这不可能 一个小小的仆人 竟然能拔出刀神才拔出的宝剑 不可能 只能说明你头发长见识过 你没见过的事情还多着 一把剑而已 不可能 不可能 你一个废物 怎么可能拔出这把宝剑 你也可以 你看 果真是个赢品 我就说嘛 如果是真的 你们两个 怎么可能拔出来 一把破剑而已 你要是喜欢我可以送你 反正到最后也是送你 林北璇 你别想用这种方式 活得我的好感 我已经打听到了 张宗元 马上入住 汤城敌院 在我半剑刀神 我自然会见到真剑 林北璇 虽然你走一次狗神 但是你被拔一样 后面的白皮 你也是白皮 原来剑药也够有难过 你连北璇都能剑药 我凭什么不能剑药 第二件开剑 三百年份的肉头屋 铁羊主神的盛妖 起拍价一百万 每次加价十万 一百五十万 一百万 一百万 200万你干嘛 我说三百万 500万 600万 看来你人想要这个东西 但是我绝对不会带 七百万 八百万 你花八百万 买一个壮阳东西回食べ 你的爹不会打死你了 你管得着 我怎么见你 一千万 我说过你 这次你别想挑剑药 一身仰 一千一百万 袁绍 你是真虚啊 这么着急拿这个东西 但是我就是不想给你 一千五百万 两千万 李北雪 这东西老子要定 好啊 我让 你就资家了 这个破东西 也就值个五百万 哪个傻子会拿两千万去买 再说 你拿得出两千万吗 原济光 袁先生 请刷卡 我 我打电话 我说过 你们原价已经过上了 你别再 两千万而已 我打个电话的事 你挡多东西 这里都变成了大人物 我们原价快要换成了 再拿个运动哪些位置 话 我说 下面是等次参赖会 最后一届开 相信大厦都已经很期待了 值不相瞒 那我也今天采参了这些宝货 地刀龙其实是两种成物 它的头部是血灵芝 根部像一条龙 血灵芝在灵芝里面 已经算是极品 更莫忘地刀龙还是极品中的极品 重要的是地刀龙的根部 地刀龙的根部是图笛树的根 图笛树是国家圣树 刀僧可以在图笛树下参加合到 也可能在符笛树下圆祭 得到刀僧在符笛树下圆祭以后会产生射利子 而只有牺牲了刀僧射利子的符笛树根才能叫地刀龙 今天它卖的这一对更是厉害 它不是普通的符笛树根产生的地刀龙 而是一棵千年底刀居然的 地刀龙起开仗地千算 每次加仗地赶了 一千五百万 我今年来就是伴着地交龙来的 请各位代表高权贵手 买我一个面 费后一定会送平安壶 以报感谢 两千万 随许 另外一个小的东西最强 确实排卖贵 下高手 如果能动手的话 他怎么就死了 你以为狗屁大师 也欠五百万加一个货福 就请拿地交龙 无恶 你在故意找啥吗 乌二爷 今天我就除了你这个恶人为命 我看谁敢动乌二爷一下 水晨 柳家是金海古山柳一飞的家族 没想到乌二爷背后 竟然是柳家 他们连死我们就跟连死一只蚂蚁一样的 要不我们还是走吧 这地交龙对于治疗你的脸有特效 我一定要拍到 刚才拍到什么价 诸位 这地交龙对于柳家有大用 还希望大家给柳家点面 把这拍准夹会 两千一百万 三千万 四千万 五千万 八千万 一个亿 费力行 你疯了 那可是柳家来说 你继续想想 我看你这次怎么想 柳少 这小子不给柳家面子 原来你就是里面 柳一飞是我柳家的大小子 但不是我堂起 你不会是被推翻了 故意来管什么柳家的吧 李美全 这东西我柳家要定乎 也不是好胆 下高所得 你可以出价 你可知道 那你可知道 跟我做对的下伤 李美全 算我留下欠你个人去 你不要再争了 你可知道 北玄 柳家的一个人情 比得上十只地交龙 何况柳家 也不是我们能惹的体重 我的脸不治了 我们走吧 巧了 我也需要地交龙治病 要不你们柳家 把地交龙让出来 就算我林北玄 欠你们柳家一个人情 如何 是打架 文理学是吧 你倒下 二言 恭喜领导 海南地交龙 什么 怎么可能 听听谁打了 已经换你好法了 说我们下家的贷款 批准了 此后会要同意你的贷款 原上 一定是你跟子鸡花银行 打个招呼了 对不对 哼 啊 那是自然 原上 真的太感谢你了 少是宇宙 少是宇宙 哎原上 那你在青龙商会 有没有十人啊 他们前一阵子 扣了我们下家一个电台 妈 青龙商会那帮人 分明就是超商勒索 贷款的事情 原上已经帮了我们大忙了 你就不要我们 青龙商会 请我们原家一个大人一起 如果用这个人一起 他们应该会把那批剑财包装 真的吗 原上你可太厉害了 连西龙商会都欠原家的人情了 不过原上 您要是觉得我一难的话 那我就犯了 你这样 放心 把我走我身上 原上 真的太谢谢你了 我一定会好的你 小子 竟然有我弟兄的机会 快说 你是不是杀了我们恶人公的兄弟 昨天杀了27个 再加上今天你们5个 一共32个 找死 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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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处理 我们快走 这时候 难道是要往大会那天救我的恩人 来人 立刻展开地产事搜索 务必找到我的恩人 是 北京 北京 你还刚回来 就让婷婷带你知识他好了吧 就当我已经结婚洗澡了 我凭什么要去这个产品吃饭 我不去 真是越来越不走事了 不去 以后别进我下家的门了 好好好 我现在就打电话定做 喂 小美妈 你先去十月哥等我 我一会就到 我说不能叫 他爱去不去 卫玄啊 听令啊 不懂事 你别和他玩电视 有些事 聊开了就 什么 袁绍帮你把贷款的问题解决了 还要出手去青鸣商会 把建材帮你们下家要回来 哇 真的好羡慕你啊 不想谋戏 是下家的 结果什么忙都忙 如果不是我 那金花银行 一分钱都不会贷给你 哟 你家是开银行的 贷款收购的时候 收取消就取消 也看到最新的贴旗 另外一天 袁绍莫斯大财产就抵押 帮助下家 你竟然还在这说风凉话 下家这些年 只是白样 你怎么就确定 是袁立周房的吗 抵押何从我都看了 白纸黑字 板上钉钉 我没有点这个 这边胡说是那边方少给你点的 方少家财万贯 年少有位 可比你一个财费 还多了 这杯酒是方少给你的机会 你帮我当什么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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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着那酒 离开 别以为我劝你 不要敬酒不吃吃花酒 出去 你问你的姿色 方法比多万三低的水平 但是你能从方法身上得到的好处 可是你错语尽 林北璇 你到底是不是个男人啊 今天好歹是你的小姨子 就这么让人欺负嘛 简直就是个缩头乌龟 今天这种费 到底以前我不比 要适合 离去适合 展美 我们走 两位明明 请留步 方少君子吃吧 这次有保隙看 上次有个大学生 说金钱买不到她的尊严 最后还是收了卡 被方少玩了整整三天 我猜那女的也就再撑十分钟 就该跟方少去开房去了 方少君子来了 就算你满意了吧 我的方言 江头了吧 是杨少的和气 失去的最后滚开 原家 原来上帝 方少君子双会 方司长的儿子 你干什么 太怕了 太怕了 就你们两个一起的 现在你们两个 都跪下 还要我教你 你爹方四海 就是这么教你做人的吗 死穴子 看了我今天不按你第三条就打断 既然你爹教不好你 那我替他交集 老公住手 哇 龙江剧好事啊 想不到龙江剧照片还好看 林北璇 怪不得上次聚集了我的帮忙 原来是他下家他少关系 龙江剧 他跟我下家 没有任何关系啊 说来也是 谁愿意跟一个毫无斗志的人在一起 男儿刀子强 应当争嫁沙场 建功利益才是 林北璇 你搞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龙江南 龙江南 如果不是我 你不知道死多少次 懒你服不上乔 袁绍说到 马上就到 看看别人袁绍再看看你 就不知道说大话 是不是 谁要是他上你这个窝囊费 解释倒了大门 袁绍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刚刚杀死我了 要跟龙江军及时赶到 我跟小美 嗯 好 林林 你放心 我现在就带你去青龙商会 去 废话 黑尼球 你旗下的青龙商会 欺男霸女 无恶不作 你培养出来的这些东西 简直连臭臭都不说 郑盛 青龙商会 方思海是我的干儿子 如果他冒犯到你 你随意才死就行 袁绍 我们直接这样走上 能会不会太危险 以我们袁家 跟方会长的那交情 我们到复 那是他的苦情 你们什么人 在那上当青龙方会 我是袁绍 我是袁绍 是你方会长的贵宾 我们受预约 我是陆家堂主 五千班 现在方会长不在 现在被提去 这文商会 难道还有比袁绍 跟文贵的客人吗 哎 这趟主 方会长肯定给你们留的话吧 毕竟 我们袁家 跟方会长的交情飞起 有话就说了 你就放了 你们方会长 欺慕袁家 一个好大的人气 你若不信 现在别的点 我不去确认你 好 是 袁绍 刚刚 队有多兴 故意维党 离造 天 我天啊 做人什么来说啊 竟然让固长大人亲自开门 会让他干净是黑浪大人 这样至少与黑浪大人提起平净 下家那匹建材 还真是一方位 人家说放心啊 我会把人骨子都消失 嗯 嗯 喂 喂 妈 青龙上位的建材 袁绍已经出面也不要回 我就说了 袁绍比临北权那个废 我不知道瞧了多少废 妈 我要去跟青龙上位的人交接了 我先挂了吧 我喝了 bothersome 我希望你 abstent 就是什么 别闹啊 我睡了 所以我也要这些人 你是不是很轻 我睡了 我睡在这双生 我睡了 她睡了 我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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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睡了 我睡了 我睡了 你爹可以把电话来说 这个人情人家不好 下家建材的事 既然今天路上只不方便 那咱们就该死了 让我青龙商会是商会吧 它不是报庙会 不是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你今天带来这赖奶奶 有一个是我喜欢的东西 让他留下来陪我一晚 没问题 没问题 小美跟我过来他 跟我出去办点线 我怎么办 你留下来 全力配合陆堂主办手续 连绅 你们对我真好 这次都可以有你 陆堂主 需要什么手续 您尽管说就行 请吧 那就谢谢啊 那就谢谢那个童童吧 陸同主球都喝了 那麻煩您讓下人 把下家的建材送回家 聽說下家的女兒又是急 不知道下家的事 你怎麼吃這酒有問題 哈哈哈哈 陸同主會長會有規會光臨 將會往裡頭過去 快 快 快 你慢慢想說這酒的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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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 快 我們去不然外面來了什麼鬼特 黃金抽成了 乖乖到抽到貨錢 原來是這裡抽上門了 方少來了您的地盤可不可以是一錢一大 哇 各位團統 你們怎麼都跪著 你也見到連肉 快點跪下 你不是要收拾我 嗯 來吧 難道你將那天空商會給你提到嗎 他們快點跪下 沒事 我願不得再再 我各位是人家 請您來我怎麼這樣 請您受罪 您想想你也要給我請您多信 方會長 光天畫日之下 搶搶民女 該當何罪 斷手斷腳 挺住龍 你啊 爸 不要啊 你怎麼這麼一個人呢 算了 看在你兢兢業業 為青龍商會操勞的奔承 我可以饒他二人不死 但是 活最難逃 別說 我可什麼都可以做 要想人不值 除非寂寞威 你再不放人 你們所有的人 都要死 你不懂 你不懂 你知道誰在自己 你下一個命 你下一個命 你去入侵 你告訴我 這 我簡直就非 你 你下個字 這去 袁紹 怎麼了 你怎麼在這裡睡啥呀 你還好燙 好燙 你来救我了 我好难受啊 我不好保护 你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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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放下就是一个主标 可以绕他一条狗命吧 蠢货 连中谷了都不知道 是谷龙 意思 还不快谢黎少了救命责恩 多谢黎少 多谢黎少 你身上的毒就解了三成 如果你以后再敢为非做的 我会让你死的更快 远哥 远哥 你就是我们光严了 再正中 远哥 有什么时候会引连马走吃蛋 张仲元 我们去看看 这个混蛋要是敢乱来 给你打死 远少 我们为什么不把婷婷送回家了 我是婷婷男朋友 难道我照顾她你放心啊 当然放心 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 妈 不用坐 不会呢 还行 你看 од 把这个死狗给我拉 林北玄 没想到你是个卑鄙无耻 成人之位的小人 苍米儿你怎么了 我今天在青露上会 差点在路上来欺负 挑战袁绍救了我 还有 那个林北玄成人之位 在纠正差点脱死我的青霸 为什么他不是一个林北玄 这么可恶 你一定要把我倒下去 天天林北玄不是这种人 这其中一定有多误会 怎么不可能 我气也看到霸了我衣服 我还能用到汤车 等你爸回来咱们跟他说 一定要把林北玄这个畜生 赶出去 李涛 你家做人命了 柳家跟我有什么关系 死个人也跟我汇报 李涛 当年柳家的大小姐 有一位 是一刻就会约的 柳家家族 不由于得早到过时了 她大肚子 本因为她是怀孕了 没想到 林产的时候 就让她为一条大肺龙 一方言出来了 一方言 个人骨愚腻 他们找死 家族 能够有一位自称大师 说可以自好大小姐的会 哼 哪来什么大师小师的 都是神棍 想骗老子贤财 好大胆子 虽然如此是我吴家 原来是吴二爷 没想到您亲自登门 简直是我柳家的容器呢 这令我柳家同被生亏 来 你喝 我今天来是你救你柳家 几个人的 还请 我 救我柳家 你们柳家最近 什么怪事群发呀 最近我柳家 的确发生一件怪事 那就是你们柳家 在那不干净的 现在满宅阴气 阴碎成事 如初一年 你们柳家 万泽子 家破人亡 你都快是吴家的高人了 只要你能住手 我柳家 什么条件都愿意答应了 我既然来了 就不会做手 你如此有诚心 那我就可以 我不理你 我不理你 我 你尽管你 只要我柳家 半刀上刀山 下河海 这时候不吃 你这么有诚心 那我就不愿意 我有两个诚心 第一 我叫你柳家 家 好 我答应 我决定柳家 你什么 好 我 要不说他答应 那柳小姐不说 也 过分吧 我 叫你静女孩 我什么成绩 答应 怎么不说也 这老头都多大年纪了 但我爷爷都不维护 可如果万人会出手 跟柳家 上街了 你之后人灭鬼吧 你忍心看了柳家被灭门 爸 咱们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柳家那姐的惊骇 除了柳家 谁敢成绩啊 要从 要实力有实力 有什么事情不能解决 何况 我根本因为小虎神 怎么 也不是有伟生 运力更糟了伯伴 喂 这是什么 我 你小妈 我 特别 有什么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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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 ventilator 阿能房的倫散 女家竟然發布玄奢 只要谁能挤开柳家古炉 柳家就把一万的家产作为报仇 妈 你还记得林北璇身后的吗 林北璇的那个手下 说不定能把柳家的古炉给解开 林北璇天天吃我们的用我们的 是时候该让他回报我们下家 相信我 我一定会吃好你的脸 现在只差三味药材 待会儿我去通保园长 一定会找到 北璇 通保园可不是轻易能减漏的 就算能找到你想要的药材 价格也是高的离谱 不是我们这种家庭能承受得起的 与其把时间浪费在我身上 比如好好找个名医 把你的腿制一下 这样你也能出去工作 不至于天天在家陪着我 我妈和我妹妹又要听天说闲话了 他们敢 林北璇 你本事不大 脾气倒是不小 现在就有一个你给夏家出力的好机会 柳家发布了选赏 只要你能解开柳家的古都 夏家就能拿下柳家一半的家事 到时候你也跟着沾光是不是 我没空 我去出力 你们两个得好处 你这算盘打得多好 你卫宣你别不是好歹 我已经给你报名了 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现在什么事情都没有给秦城置点重要 哑巴 我们去通报员 你还真以为你能把夏青城的脸治好 夏青城的脸都已经烧成那样了 就算是最厉害的智能专家也没用 我就是拿在手上看 是他自己碎的 你这分明就是小鹅人 就是 我妈就是把玩了一下怎么就碎了 这可是宋家的青花四季住了 找废话赔钱吧 不啊 你们奉之前我就跟你们说过 实际这种东西放桌子上看就行了 别上手别上手 可你们现在不听 不上手怎么了 我们卖东西的不就是给人看的吗 不上手我怎么买呀 你这货底座乱你怎么去抢啊 你万块钱你能拿不出来啊 你过什么都忘了你过 我看看 你没学 我说今天怎么找废子 原来是有这个算 真好 谁 是真品 放屁 我看你们分明是想联手坑我 为什么话 我说真品就是真品拿钱 那你说是真品 这钱你给吧 好啊 我给 还挺实相的啊 你为谁这钱可是你自己要给的 跟我们同样有办法什么 然后两清 以后见到我身后 他们也绕着都懂吗 这是个约大宝 你看人家就在这里 五万买的破烂 谁说这是破烂 这底座里面 另有乾坤 乾坤 你说睡这个底座 能有什么钱 不如全息的人承认 拿个睡底座的座文呢 我还是第一次见 这底座里面有夹层 只是当年的技术比较好 现在的人 没办法打开而已 什么谁弄的 你给我远点 别动我做生意 你说的厚度 我可能常有什么东西 这根本肯定是自己赔了钱 这我还没有 快看这家伙干嘛呢 这就是传说中的掌宫贤婚十三世 天呐 是唐老 唐老是金牌主动习会 队长得罚弄的老习卑 你能让唐老振极啊 这手法很有技巧 你就是传说了 这有掌宫贤婚 金牌健保 唐老敢说第二 他没敢说第一 说唐老 你什么 少爷的 主少可是国外考虑留学会来的 你说三千年的木来 他的分明是正的 可谓是年少有为 你不惯不惊不惊啊 小友 这东西 不过我看看 请 好 这小子就是华龙虚草 毕竟那个掌宫贤婚十三首 那是你说 我呀 变化了 好吧 我刚才还跟你说掌宫贤婚十三首 这瓷盘底座 没有佳层啊 这是一种古老的技术 叫做石包玉 除了掌宫贤婚十三首以外 没有别的办法 能从这瓷器里面打出玉 小子 你这意思 你会这掌宫贤婚十三首 哈哈哈哈 哎呀 小子 你这是一笑大方啊 你不要说张得这么多人的面 这可是唐老啊 你敢吹这么大的牛 怎么 你是想上天呐 我从小学习着古董健保 我敢说这底座中绝无其巧 我拿我二十年的经验 还有荣誉 咱们打个底 这底座中 没有乾坤 别说是二十年 以你的能力 就算是百年 你只不过是紧笛之蛙 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叫掌宫贤婚十三首 这 唐老 难道他真的会掌宫贤婚十三首 千真万千 这绝对是掌宫贤婚十三首 只有掌宫贤婚十三首 才能有这样的神乎奇迹 我见到了 我见到了 哈哈 哈哈 你们在干了什么呀 竟然堆着掌宫贤婚十三首的 传人出演不去 帝王绿啊 这绿 透出的绿色和水色 绝对是狱中的极品 帝王绿 人家将帝王绿的光华人 从此又不损伤帝王绿 这样的手法 方式 只有方式才能举这样的人才成功 精妙 太精妙 风存多年 未曾红尘 如此通透的玉牌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 这是帝王玉牌 这 这是帝王玉牌 什么是帝王玉牌 帝王玉牌 是跟随帝王一生的运 其中蕴含帝王之气 可改变携带者的运气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这块应该是 始皇帝的贴身羽 始皇帝 那可是祖龙身份的运 这上面每一道痕迹 都是祖龙打下的江山 这可是跟随帝王一生的运 岂止用金钱能衡量 象征着祖龙一生荣光 这可不是一块简单的玉牌 上面有沙发之气 山河洞扬 若能佩戴在身上 那是山河越是放身 这绝不仅有天下无双的极品玉牌 岂能是金钱所能买到 前年我在苏富比开卖会上 就碰到一块玉牌 但它远不如这块玉牌 那还拍出了一千多万天剑 这一块帝王玉牌 无论是城市还是印 都比苏富比开卖会 那边好上多少倍 保守不仅至少三千万以上 林北璇 这块玉牌是我先发现 回去我又给你五万 你现在立刻马上 回牌给我 刚才我说过 这五万块和你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听到了 你俩俩太不要脸了 刚刚闯祸的时候就急着甩锁 现在知道剪刀宝来 就抢出来要东西 心底下哪有这么好心 林北璇 你到底给不给 这块玉牌不管怎么说 你替我妈发现 就给她一块 我凭什么 是你们给钱了 还是你们发现宝贝了 如果不是我的话 就算是你们给了五万块 也发现不了任何东西 林北璇 你咬本身 叫马上马上就行了吧 你天天吃我们的用我们的 不过这两小小的要求就不答应 玉要是给了你们 只能招来杀身之货 什么林北璇 不给就不给 你居然还哭不喝我 走 站住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四来啊 把一盘留下 不然今天送你上西天 青铜上会 你们青铜上会的人 我是帮我 现在去扣一下 两点照顾和打结 您就是帮我一找 人你又去弄了 我这头呢 对不起对不起 把青铜小鼎留下来 你 滚 这人是假的呀 厌品 来你滚你就滚 我帮我帮我手 林北璇 你还用得回来 你看看 妈妈妈都睡成什么样子了 不就是一块破玉 给阿姨又怎么 个人不能这么自私 贺玉 那么几千万呢 我是人家什么人呢 人家凭什么给我呀 别说给了 看看能胡让呀 林北璇 你快把预配给我吗 我答应你 我们下家策务证情之后 我们下家会给你一千五百万 这玉已经被人盯上了 如果在你们手里 很可能葬来杀身者 你们要是想死 我不完成 就林北璇 那我还得谢谢你呗 你把我气走 难不成是保护我吧 现在这个世道 公片外之下 难道还有人 你成不成 林北璇 我想给就直说 你 骗小孩呢 这玉 我是留给秦桐支点用的 不可能给你 不过还有一件宝物 它比玉 价值更高 放心 它 比玉 更值钱 就拿这么冷酷了 就冷酷了我们 知道我们傻呀 这一块做红烂级 你说都没有运牌之前 你知道我们都是傻子啊 你看看人家袁绍 你再看看你 夏家养你这么多年 你也好歹 不如咱家各自来奉献吧 照你的意思 袁绍给夏家 做了不少的供识 那你说说看 腾脑 你确定那青年是长中勤坤 是杀手的人 我确定那扫光一排 你没看着眼 千真乱绝 不然也不是外卫老哥亲自无赖 人家袁绍住都不嫌害手了 一花也好的贷款 没有人家袁绍能解决吗 金融商会扣下微品电台 没有袁绍人家能还送回来吗 还有之前平静 在土线外的办公室里 差点就被披抠 还不是人家袁绍舍并相救 你呢 你在哪儿啊 就是 月薛 你从来会承认之危 你还会做什么 承认之危 差点没信了 爸 雷迪我从路上把关公室出来 连上都把我找个人一个医人 他不但没有带我回家 孩子你快去吧 老婆 要不是我军兵了 我才被人家托车给电污了 什么 不是真的吗 你就应该立刻马上 把你个白眼狼 干出点点 对对对 你最靠干出点 月薛 我给你解释了 我没什么好解释的 从今天开始 除了倾城以外 我和夏家恩断一绝 我们走 不会又是林北璇来的时候 你这谁都别给他开门啊 请问一下 林北璇在吗 我们找他有点事啊 林北璇已经走了 又在这 所以之后呢 现在自己关系了 有什么事 你们自己找去吧 我是古董协会的唐峰 我带着古董协会的元老 前来求见林霄友 唐老 谁老 老老 你们怎么亲自来了 这不 这几位老家伙啊 听说林小兄弟 逃到了一块 帝王帝玉牌 可以把我拉来 让我目的一下 这玉牌的风采 请问 林小友在吗 唐大师 你们白白白一趟了 说起这个我就来信 林北璇 他掉前眼里了 为了一块玉牌 跟我们下家结恋了 那你知不知道 他具体什么时候回来啊 他死那死那是 跟我们下家已经没有关系了 唐大师 林北璇他自己发生的帝王立玉牌 不说 他拿这么个破铜烂铁糊弄我吗 妈 你别提个话你了 是林北璇 简直出入我们智商 就这破碗呀 林北璇还好心说 他比王立玉牌还值钱 我看 送给人家人家里的战地 这青铜铁 能不能给我看一下 这是 天子的青铜铁 而且是 周天子的青铜铁 太遮憾 传说中的 周天子青铜铁 你看这就 如漂亮 没有几千年的历史产见 就生不出这么好看的秀铜 你看这小剑大型 典型的周天子 一用的气息 还保存得这么完美 那这破烂 不 这东西 真是个宝贝 对 这绝对是个大宝贝呀 其实这是宝贝呀 这看成国宝级别的 帝王绿玉牌还宝贝呢 那是呢 帝王绿玉牌 虽说是使皇帝 但终归是 随身之后私人的品 但这青铜铁 这件是周天子 密集天下者 是朝廷的物品 所以这件周天子的 不用青铜 九龙底的价值 要高于帝王的预害之上 至少两倍之上 这宝贝还去那里 艺术品 这是难得的艺术品 艺术品不能出钱 只能说 元 那多少年 这是一根 东西整日 充同不如 我愿意出 四千万元 老师 你太亏了吧 这样的宝贝 你才是四千万 最少有点 四千万吧 六千万 我出六千万 谁要带给我 就不要怪我 不顾及过年交情 交情 我跟那个别人 现在就是我亲近来 应免你 去停吧 马上关系 这么那么直接 他愣着干嘛 他不愿意把每天找进来 爸 这林北玄 就是走到狗屎运 简陋啊 看到了吧 一定是放款大货 夏天天 我现在正式通讨 夏家要赔款神奇 不认识 不认识 你别说 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不是说 已经用原家的加强 到底要了吗 怎么还是不够不良 夏天天 你是二家的箭材 你请问我们 七零商会的 你们呀 拿不出去 丁堂主 七零商会不是已经发言原家 把我们家的箭材送回来吗 你问我 这 总之 这是江户的下来 元少 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不是说 赐金换银行的贷款 你搞定了吗 你不是说 秦宏商会答应你 帮我们家的箭材送回来吗 好了 前老 我忘了 各位前辈 这个秦宏宇是林北玄的 所以我们更多 哎 老公 你别说什么 林北玄那个废物 把东西给我们 就是我们下家的 行什么话 对啊 爸 是林北玄就是讲道而已 他根本不知道这个东西的价值 而且 我们家最近不是急需要钱吗 对不对 现在知道的秦宏宇之前了 想占为己有 以前呢 你们怎么对待北玄呢 那弄怕什么 快去把北玄找回来 他腿脚不方便 如果是他有什么闪生 我拿你们试会 好消息好消息 大孩子大小姐 您的丢命恩人找到了 找到了 而且我们还发现了 农家族会的线索 不不 看去想很高 林北玄一个废物都赶了我们家 一个价值千万的片子 不是你 这些话也好的贷款被取消了 金融商事的建材没有退回 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年少 到底怎么回事啊 今天你们给我们献来一个标本 以后你不要和金融莱宝了 你去看 石黄跟你说了 你拿回去吧 谁呀 你好我是龙家的管家扶伯 龙家的人 你找谁 我来找龙家的徒徽 这是东西 看起来就不烦了 今天来参加要王八卦的 不是大大 说不定 是谁要给一杯 收起来 赶紧用来再说 龙家族徽 你说的就这个 找到了 终于找到了 我龙家的族徽终于找到了 这个东西是你们优的呀 那样 有什么事都跟我们关系 是 是 找个告黑 祖国 恩公怎么说 大小姐 恩公说 以后有什么事情都跟他没关系 他把你的族徽给扔了 他真的把他给丢掉了 这就对了 这就更对了 恩公救我的时候 也是不愿意透露性 如今我们贸然找上门 他不愿意承认 这就更说明了 他不图报恩的显示风格 祖国 你再上去一趟 告诉他 我们龙家愿为他 安前马后 快去 这件事与我怪 有了 恩公息怒 我们家小姐说了 请恩公将竹飞留在身上 以后有用的 我们龙家的地方 尽管开口 龙家万死不止 谢恩公成全 小的告辞了 元少 你看你真是深藏不漏 跟龙家的人 给你面子 元少 你总是给人家 这么意想不到的真心 元少 你买人家买得好苦啊 你和龙家这么深的交情 你都不透露 这个一定要和亲信 我可太喜欢了 人家生的好人 元少 以后你们人家 是我们唐家 不要多走 走走走啊 哎 有个现在北拳过得怎么样了 爸 不是老糊涂了吗 现在元少 才是我们下家 可以迎客的大叔 不管那个拳手的死活 那以后把北拳走出来 快去打电打电 他去哪了 我们柳家 炸狐大难 玄长几日 无一人登门相助 我决定拿柳家一半家财 请乌二爷出手相助 王大师 柳家古丛 必非无人能解 这位是王明 王大师很擅长 会得提下各种 下家主 柳家主 这件事情 有方分 如果真实了 您是去 万千万 哪些 王大师 如果您真正能为我柳家 破解古丛 一千万求精 双手会上 绝不及 现在这是什么样的串凉小丑 都敢出来丢人现眼 我丑花放在前面 这不从全天下 除了我 无人能解 你们谁要是不信 就出来试试 我吴某 非端不阻拦 一旦成功 我要立马碰上 一千万 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了 那我还真想试试 这个铃铛 叫鹰魂丹 专杀鹰邪之士 铃铛响 虫接运 这么多年 我还没有试过什么 吴二爷 我听说乌家在京海 是四大秦门之一 不知你赶不当挺战 跟我切磋切磋 真是不知死 你拿着破铃铛来 你有你的唱戏呢 哼 想跟我切磋 你先把骨虫解了再说 解不了 你今天休想 走出京海 少说 那我们就手底下见正常 刘公子 想见一遍 他懂了 我听得这样鼓掌 刘公子 不要紧张 所谓一物降一物 这个虫骨 也是一种生理 他现在正在沉睡 这个铃铛响将其坏 从而体内将他逼出 我们把队长大 马上就复杂 成功了 一飞 你找到人 王大师 这是我柳家立的大功了 柳家主 不用客气 贵公子的虫骨 已经逼出 再休息一段时间 就可以痊愈了 我就说王大师出马 肯定能解决 这可是虫虫我 连暂时都不懂 真是不知死祸 王大师 你这是怎么了 你为什么要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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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换你 你为什么要换我 我换我 我换你 我换你 你快想想办法 现在鼓虫就活在了 你 这 这怎么办 那怎么办 那 那怎么办 郭二爷 郭二爷 快把鼓虫从我肚子里拿走啊 我遇到害死了 郭二爷 出事 看来你们里面的果图 我还要换你 我上路 我文化 你 教官 我 我 我 你 你 我 柳家一半家長沒問題 畢竟我是新建股權 全對於我來說只是一個數字 早晚能賺回來 但是你想讓我伺候 就算是死也絕對不能答應 我答應 三叔你在說什麼 柳一輩你想死 但是我們不想死啊 我們柳家人 不能白白跟著你送葬啊 就是你怎麼不去陪那個老東西 好啊 都不去陪 目前除了吳二爺 誰也解決不了柳家種的蠱蟲 果然體的任何條件 咱們都必須在家業 聽話 誰說吳二爺能解決這條蠱蟲 誰說吳二爺能解決這條蠱蟲 你一個學者 麻煩你了 就算追我了 你唯老不遵 趁人之威 幾十年的飯吃到狗肚子裡 你一個大 我要讓你嘗嘗 你該自我 咱們誰的私人 欺言不虛 張崔 你是什麼人 吳二爺是我柳家請的貴客 誰可都柳家請休 林家主 吼了 這位是林家的少主 林北全 原來是幫你 幸虧幸福 林家 你是說 是林家在一夜面門的林家 林家早已坐過 念在當年林家 從這林家都有提醒 林北全 林家 咱們走 打得往下咬 林安 吳二爺 林北全 是故人之後 曾林條明有個婚約 還請吳二爺 林高太貴手 我剛那小子 這時候突然著死 原來是一來英雄救美的 我已經被天當時 我跟他 沒有關係 好 想 要讓長長 頭在肚子裡 抹甘 撐死 好 我 你又在 可什么 就是不可 既然你换不出你的 那我帮你 既然你换不出你的骨虫 那我帮你 你是什么人 我 我这骨虫 是不用精神讲话 几十年转轻你走 恶人骨虞孽 没听过北镇斯的名号吗 北镇斯 你是北镇斯 北镇斯 早就被我们恶人骨灭门了呀 大无射 你不能杀我 你不能杀我 你都是我造假的 我要死了 奴隆家都在陪他 什么 吴二爷 柳家 叫是把这个老公蛋动下来 把杀人铁 他说的没错 先解毒 你们身上的毒不解 他死了 骨虫一旦苏醒 你们就无法控制 到最后 被反射而死 不能让这个老公 先让他们把我体内要死 你们的毒我能解决 李美玄 你蠢什么呢 我小妈已经被骨虫害死了 我柳家的身家生命 怎么可能压在你一个精神病的身上 爹 李美玄的话不可信 他是精神病院他们出来的 总是喜欢说一些胡话 如果不是我压制的 吴二爷 你们柳家早就没命了 你和吴二爷有什么区别 不还是放不下我 定取我的美貌 想一次来要挟我 让我完成你和林家的婚约吗 李美玄 我警告你 不要用手非凡之下 你李美玄 他也不上 上一个这么天傲不去 是宋小宇 他现在已经乖乖地当丫鬟 他可比你乖多 李美玄 你真是吹牛不用打草吧 小宇他已经如常所愿 拜神伊丽丝真为师 现在正在药王谷全心学医 你竟然说他这可以当家法 真是孝 你要是不相信 可以给他打电话 这样不就真相大白了 你还真是愚蠢 好你个林美玄 不但吹牛还阴险脚诈 你明知小宇现在入了药王谷 断绝了一切与外界的联系 正在我现在联系不上 不再是胡说八道 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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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再也不 不要被无从折剥了 柳家家主柳翼 感谢林少无敌前行 敬余之恩 最舍命相貌 恢复下去 让厨房赶快准备 设验款待林少 刘一飞 现在你还是我吹牛吗 真没想到 林少还是被高人 高人 他就是个神经病而已 不得无疑 不是没有林少 我们柳家 现在已经被那个 姓乌的王八蛋害死了 看林美玄还不是为了 我柳家的一半出伤 想想也可以理解 有了我柳家的一半家 你也不必在这里 成为落魄商人 说不定还有一丝机会 真是 柳一飞 你死到临头 还不止回看 爸 你看他还威胁我 柳家马上就要破产了 一个破产的家族 我有什么可惦记的 柳家这个破产 我们柳家是金还是富 就算把柳家一半家产排 柳家如是一碗发 就等着吧 用不了一顿饭的功夫 我保证 你会后悔的 姐你是笑话 我柳一飞被以为惊喊小鼓 你个神经病 小鼓 小鼓 当时说好了 把柳家的一半家产 作为选赏 我可没同意啊 我那一份你可不能够 进去 大叔 我们那一份不能给出去 这些总统事 你也得跟他一般介绍 还请一声 如果不是看在柳家家主的面子上 我才懒得管你们那些破事 林北璇 你装模作样 叫个谁呢 你的那个私务基金 马上就要崩盘了 如果在你投资 五十个亿的时候撤出来 一分钱都不会损失 就算是五分钟钱 也能保住你两三成的自己 可现在 一切都来不及 林北璇 你少在这里为人耸平了 那是我 所有君子投资的重点上 幕后老板的郭俊杰 知根 人家可是含了 华尔街的精英 家产丰厚 操盘那样 不仅我的钱投了 柳家上下 所有人都忍不住了 资金也良好 你跟我说他会抱我这一点 开什么玩笑 你一个神经病 你可能我才从此 你懂吗 待会儿私募基金崩盘 只能怪你自以为是 执迷 你眼睛是笑话 说的跟真的 一飞那个私募基金的老板 那个王八蛋就先保护了 什么 私募基金真的爆雷了 什么 私募基金真的爆雷了 刘依菲 我可是没拿去投资的 谁出了事 你再没有钱 刘依菲 自己打开 匹匹看 警方一定在什么地方 现在 吃 门着 完了 完了 李季晨完了 依菲 发生什么事了 爸 完了 柳家完了 一切都完了 林少 还请林少 救我们柳家 林北轩 你真的有什么办法 只要你能救柳家 我 我什么都答应你 你现在找我 我能有什么办法 但凡你刚才挖过我的时间 去把资金撤出来 也还有救 但是现在 只能怪你自以为是 浪费了时间 柳依菲 你自称自己是小谷神 却把所有的鸡蛋 放到一个框子 这种低级而又幼稚的骗局 你都识惑不留 你有什么资格 在我面前夸欢喜谈 说自己是人上 我们走 我不管你什么办法 一定要想办法 让林少原谅你 现在 只有林少 救我们柳家了 他 他就是个神经病啊 事到如今 你还以为他只是一个神经病吗 你好好想想吧 说得没错 自己没事 简直 云不可及 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郭俊杰 干点什么不好 非要诈骗 不知道自己人不骗自己人吗 拉进去 管五十年 死到林少我想知道 这个事情做得如此隐蔽 我们怎么刚要跑路 就被你给抓了呀 小子 天几下还没有什么事 能瞒着我北镇斯 北镇斯 你是北镇斯的镇守大人 我就犯这么点小事 怎么犯得上北镇斯来抓我 师尊 弟子打通了隔壁的航程 出现了一株八宝雪帘 请问师尊是不是前往航程 立刻安排转机 去航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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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